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有用 今天要来解这个二元的方程组 看起来有点复杂 但是我们稍微留意一下 这个Y 这边都是一次的 所以我们这里先尝试代入消去 所以 X 乘上 X 加 1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个 Y 就可以把它写成 24 减 S 平 减 4X 这边减 144 等于 0 然后留意一下这一项 这一项整理完之后 这一项整理完就变成 - S 平 减 X 加上 24 做这种高次的其实就要适当的代换 像这个我们把它叫做 T 所以这个式子就变成 T 乘上- T 加上 24 减掉 144 等于 0 再把它乘负号 然后再调整之后就变成 T 平 减 24 T 加上 144 等于 0 也就是 T 减 12 的平方等于 0 我们再还原存原式 S 平 加 X 减 12 等于 0 得到 X 加 4 乘上 X 减 3 等于 0 这边就会解出两组 一组是 X 是负 4 另外组是 X 是 3 负 4 带回去会得到Y 等于 24 3 带回去会得到Y 等于 3 所以此题的关键就是让这多元的先转换成 1 元的 接着呢通过代换 让这四次式转换成二次式 接下来再求解就可以得到答案